一个轻度台风给云林带来40年来最大的水灾 一个最新的消息传进来 在云林的谷坑坎角村 在今天下午因此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流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杨小涵她的报道 主播各位观众 目前看到的画面就在云林谷坎坎角村这边 因为雨量过大造成大面积的土石崩落 造成土石流 而汽车驾驶人刚好经过 突然听到巨大的声响 可以看到左手边的山坡 土石是整个崩落的一个情况 呈现大面积的走山 而黄沉沉的泥流就这样掩盖两个车道 高度还有一个轮胎那么的高 吓得驾驶人是急踩刹车 眼见苗头不对急着掉头就走 也因为雨量太大造成这个土石流 还好没有波及到附近的住家 我们先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你觉得这样发生过 以前觉得发生过 不然呢 这次地围坑就对了 土石会摆到那里不然呢 不然呢 我出时感到那里不感觉 住在附近的民众呢 全都吓傻了 因为呢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 走出来看呢 全部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就这样子在自己家门口 而且呢 土石也都冲到了窗户旁边这么的高 而高热台风夹杂的好大雨 已经造成各个地方灾情不断 原来谷坑 坎角村这边 也是因为雨量太大 而导致土石流的一个情况 还好当时是没有人在家躲过一劫 以上就是我们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镜头还给国内主播 这个事实在如何